戴口罩做運動當然會辛苦些少 因為平時你沒有戴口罩 你呼吸自如 但現在戴著有層東西隔著 始終你休息會困難些少 一般人做運動戴著外科口罩 老實說應該沒什麼特別問題 針對慢性疾病的人士 例如有心臟血管狹窄的人士 我們俗稱 心的功能差 可能有心衰竭的病人 又或者有慢性肥病 例如慢性哮喘 如果他們情況已經穩定 沒有任何不舒服 我們仍然建議他們可以做運動 但要注意的事項 可能做運動的強度要比平時低 如果做到很不舒服 就要馬上停 如果你戴口罩做運動 其實我們建議戴普通的外科口罩 就已經足夠了 之前可能有些新聞說 有些病人運動時戴著口罩 所以導致撤死 但我們看看他們可能戴著 更高規格的口罩 比如說N95 FFP2 衣服 真的很嚴格的情況下使用 做運動時我們都要注意距離 社交距離 英國醫學雜誌都建議 可能要將平時兩米的距離 增加至四米 跑的時候不要跑在別人後面 這個也是方法減少 做運動會有感染的機會 有試過一跑步 面出汗 身出汗 口罩自然不會濕透 因為大家都知道 如果濕透 其實防菌入侵的能力就少了很多 所以我們都建議 預備定一個新的口罩 做完之後 也都用酒精搓手液 觸乾淨的手 然後將舊的口罩除了 換新的 這樣就可以一來 可以達到運動的效能 二來也可以有防疫功能 市面上有些叫口罩架 我也知道 戴著口罩真的會很不舒服 科學上當然我們暫時沒有證據 究竟是否會有幫助 或者甚至乎做運動 是否會更加增加你的效能 暫時我們沒有這樣的數據 但是如果從原則上來講 如果你用了 又沒有妨礙到口罩原本的功能 譬如說你放了口罩架在裡面 但你的口罩仍然可以很足夠 有些部份貼著臉 老實說有些報道 亦都說用了 亦都減少做完運動 容易弄濕的口罩 的情況 如果你說真的可以做到這樣的 我們不反對 亦都風間有些 以前是專課一些 可能說心肺功能 是否可以用來做防疫的能力 可能會減少少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想安心些 你始終是建議用普通外科的口罩 為止最理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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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